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投资马拉松频道 在黑莓公布业绩之前呢,我曾经做过一期视频 也就是两天前吧 当时说如果公布完以后,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呢 就不做什么视频了 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个业绩报告呢,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呢,市场不这么认为 所以今天这个黑莓的股价呢,跌了将近10% 然后也看到有一些黑莓的投资者呢 就有各种各样的反应 我今天呢,就是也看了他的业绩报告的一些内容 还有管理层的一个conference call 也看了他的那个transcript 就是文字上的东西 所以有些东西呢,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您可以花比较少的时间 然后掌握比较多的市场上对黑莓这个业绩报告的一些看法 以及对他未来的一些发展的一些看法 特别是管理层的一些意见 今天的内容没有特别的准备 也花了时间,很多时间去准备 但是没有去整理成文字啊 所以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我尽量是想让大家知道 这个他黑莓今天股价跌的原因 市场上是怎么看的 他的实际的内容又是不是这样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呢 麻烦您订阅一下 现在这个频道的比较多的观众听众呢 都是黑莓的投资者 所以呢,我这个频道也好像变成了黑莓的专题频道了 虽然我其实黑莓在我现在的仓位里并不是特别多啊 但是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股票 但是既然这么多的观众听众都是黑莓的投资者 或者潜在的投资者呢 我就花多点时间给大家提供一些我看到的信息吧 好,我们先看 我想有三个表格想跟大家分享的 从第一个开始啊 这个是20年去年的他全年的一些业绩的一些breakdown 这是2021年的 我们看到他去年的业绩整个的生意额呢 是1.04个billion 今年呢变成了893个million 我想呢市场今天下跌的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第四季度他的这个业绩呢 是低于预期的 预期是245个million 但是他只有210个million 全年呢当然也是比去年有所下降 因为这种成长性的公司呢 他如果业绩不好呢 业绩没有增长 反而下降呢 其实市场上是比较不接受的 但是他那个预期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的 怎么说呢 跟实际的内容呢 还是有一些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个那么差啊 我下边可以看原因 先解释两个事情 这两个红色的标注的这个数字 594个million 挺大的一个数字 这是他的一个营运的一个成本算进去了 还有一个是258个million的一个数字 594这个呢 是他去年第一季度的时候做的一个减值 是自己一个goodwill的一个减值 就是商誉的一个减值 在市场情况不太好 他之前有一些收购的行动 现在那个收购的那个资产不如值钱 那么值钱了 他就把它做一个减账 那这个呢 并不是他去年其实是生做生意的时候的一个亏损 但是在会计准则里边呢 这个叫gap的一个准则里边呢 你是要报成一个开支的 另外这个呢 258这个也是类似 其实并不是说公司有这样一笔开支 它是一个 它有一个可换股的一个债 如果它的股票升值了 那么在会计上呢 它要做一个减值 所以它过去第四季度吧 特别是去年 有一个那个压空事件 把它的股票抬得很高 所以呢 这里要做一个会计上 它要做一个减值 去年呢 你看相应的 去年它股价比较低 所以呢 它反而是从这里边有一个 等于是一个盈利的一部分了 这是会计上的一些要求 所以它要这样做 那这两项加起来呢 其实就已经有800多个 Million的一个 开支出去了 那加上这个啊 这只是第四季度 加上这个应该是有 900多个Million出去了 所以呢 你看到它的去年 它只做了893个Million的生意 但是亏损 最后的亏损 是变成了1.1个Billion 其实并不是说 它把钱真的是 就是说亏出去了啊 做生意 就像你买 我买了一个东西 然后我又卖出去 我亏本了 那种是你实际的 真的是亏损了 它这个呢 是会计上的一个准则 是要这样做的 这个今天我不是我们探讨的主要内容啊 但是你知道这两项最主要的开支 并不是它去年 正常的营业的一个亏损 然后呢 这个叫GAP的一个准则 那个黑莓公司呢 它通常它就做两种 其实好多公司也都是做两种 一个是GAP的一个准则 还有一个NAN GAP就是非GAP的一个会计准则的一个数字 那我们再看那个数字啊 它会把这些不是它经营上的一个亏损的项目呢 去把它排除掉 那如果是那样做的话呢 它就做一个adjustment 这里adjustment是1.2个billion 它就要需要做一个adjustment 那如果是考虑到这个以后呢 其实它去年的盈利呢 变成了110个million 反而比那个2020年呢 要74个billion要多 每一股的盈利呢 是变成一毛八 而2020年呢 是一毛三 当然了 这个不是一个正规的一个做法啊 但是管理层呢 是给为了他反映他经营的状况呢 他觉得这样是更容易 更准确的反映这个公司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情况 前几天呢 那个美国的那个证券监管委员会呢 要求Blackberry以后呢 不要用这个有一点误导性啊 他觉得是 这个反正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了 其实他并没有违规 他是用两种方法同时展示给你看 所以他公司今天的那个conference call也说 他从3月1号开始 其实已经开始了 就下一次的季报开始呢 他更多的就是用到这个gap的这个准则 所以呢 从这张表格里呢 我想大家至少要知道 他去年的所谓的亏损呢 主要的来自两个数字 一个是这个商誉的减值 还有一个是一个可换股债的一个减值 另外我想大家要知道呢 就是外边说他这次股价下跌 主要是因为他的这个210个Million的这个营业额低于245个Million这个预期 这其中呢 主管理层的一个解释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这一项License and Others 所以要知道这个呢 我们就要看另外一个表格 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这里边呢 你看 黑莓公司的收入呢 主要来源一个是stopware和service 这个是就是说他现在主要的一个业务的 可增长的这方面 另外一个呢License and Others 就是他以前所应有的专利 卖给别人的 或者是租给别人的一个收费 这个呢就比较固定 多数都是来自于他以前做这个手机的时候那些专利 那这里边呢 他在去年的第四季度呢 在跟一个公司 北美的一个公司呢 做一些商谈 要卖掉他一部分的pattern 就是专利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就减少了这方面的收入 又限制了这方面的一个收入 但是呢 去年这个收入 这个谈判呢 并没有结束 也没有卖掉 还没有谈好价钱吧 主要是没有谈好价钱 所以呢管理层呢 也不方便公布他的 这个将来的收入是多少 因为正在谈判嘛 不好 还不能确定 所以在这里边有一个收入的减少 是他之前没有预期到的 其实黑莓公司的好多收入呢 他都是来自于之前的重复的一个收入 所以呢 他的按理说跟他预期的不会差别太远 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刚才我说的这个原因 一个license 就是pattern的这个销售正在谈 所以呢 就导致了他第四季度的这个其中 至少是其中一个主要的部分吧 比预期的要少 所以这里边呢 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 趁是正好说 2019年 20年 2010年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整体的业务的一个变化 2019年的时候呢 他的 Software 这里这里边的主要是包括两项啊 一个是他的那个跟汽车软件呢 相关的 或者IoT 就是互联的那些相关的软件的一些服务 另外一个呢 就是Cyber Security 就是互联网的安全保障的一些服务吧 另外的这一部分呢 就是他以往的那些专利的一个收入 那现在呢 在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些变化 他的这个license的这方面呢 也是越来越少了 2021年这里边是特别是比较少 比之前的少很多 跟刚才说的那个原因是有关系的 另外呢 他2020年这个公司的管理层呢 有一个预期 排除这个licensing的这个项目以外的收入呢 可能会是在675个美元到715个美元 这个呢 就是比今年 还有比之前每一年呢 都是高的 大概是9%到15的一个增幅吧 所以在2022年的这个预期里边 大家可能会看到他的业绩的增长 当然了 这是在正常情况下啊 管理层的那个conference call里边也说了一些 可能性 还有做了一些解释 等一会儿我们也花一点时间去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呢 这次 很多的那个机构投资者呢 他们问的问题都是跟这个licensing这部分有关系 就是他这些专利大概能卖多少钱 或者他卖了以后将来怎么一个做法啊 多少 这里边我跟大家总结一下就是除了这以外呢 他如果是他把这个专利卖出去以后呢 那他会2022年的会有一笔额外的一个收入 这个收入就会相当大 因为他是卖掉了嘛 以后就会越来越少这方面的收入了 如果不卖呢 他明年就是2022年这个年度呢 呃会有至少100个million的一个收入 然后呢 慢慢的就会再恢复 因为他现在正在谈判嘛 他减少了这方面的一个开支 呃一个收入 那么以后呢 他会在每年再会恢复到他大概250个million的一个收入 在这个专利使用费这方面 那就跟之前呃大概持平吧 他有一些是卖掉了 然后有一些还会继续有这方面的收入 比以前会少啊 所以现在有一个明年呢 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 呃如果他一次卖掉呢 他可能就会用这笔钱来支撑其他业务的发展了 如果没卖掉 那就是还会有这样的一笔收入在这里面 但这个收入呢 会不会增加 是一个已经比较固定的吧 他也不会往这方面去发展 所以我想黑美还是主要是还是会想卖掉他吧 呃 而且他现在有一些IV啊 还有一些呃市场销售方面 他都需要有一些开支 所以他用这笔钱来做 他将对他长长远发展有好处的业务呢 是更好一点 而且对这个对投资者呢 可能也挺好 他把那些就就有的那些专利卖掉吗 呃 然后呢 另外花一点时间 如果您不想听呢 就可以到此为止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 您也没有时间去听 管理层的那个报告大概有四五十分钟吧 我有一些这个画了一些重点啊 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听可以了解一下 嗯 我也不说太多吧 就是 如果您有时间 当然自己看一下最好 像跟大家分享的 就用这些字来标标示出来了 将来的业绩报告里边呢 就是从下一次的报告开始了 他会把他的收入类别呢 分开 以前只是这个software和service是一类 但是他没有把他的cyber security 还有这个汽车 这个IoT这方面 就包括主要是QNX了啊 没有把这两项分开 现在他会分开 我觉得这个会很好 也有助于大家了解他不同的业务的一个进展情况 后边他也其实也都把这对2022年的业绩呢 他已经把它分开了 等一会我们能看到 这些 OK 这里边他提到呢 QNX的hypervisor 如果您不是太了解这是什么呢 可以看看我其他的视频 我有好多黑莓相关的这些视频 如果看完了 其实可能会对黑莓这个公司的掌握 比很多的投资人都会多很多 这里边就是他提到 我也第一次看到 他说他是only one 所以我要表示了他是唯一的第一个 有这个达到了最高标准的一个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简单说他的什么意思呢 他是说跟别的其他的汽车操作系统 都可以用他来将最安全的那个操作系统 与其他的不是最安全的那个操作系统 来分开的这样的一个软件 其实他的那个IV呢 就类似的是用这样的一个情况 用这样的一个软件来来达到他的功能的 如果您不了解呢 可以看看我其他视频哈 然后这里说 就是他有IV呢 已经在跟好多的OEM 或者汽车制造厂 跟他们在谈将来的这个用IV的这些项目 可以用到那些地方 他当然不方便披露一些具体的细节 因为这些项目都在进行中 他就提了一点 就是有一些是维修厂呢 他可以帮这个汽车去做维修的时候呢 如果没有达到黑莓这么高的标准的话呢 其实是比较难让客户去一个维修厂去维修 但是呢 又保证不流失这个汽车 还有这个汽车厂的一些信息 接着呢 就像晨也提到了公司准备聘请一个 他应该是选好了 这里都说了 从其他的OEM的厂家聘请来的 准备领导他的IV生态系统发展的这么一个部门 在这下面呢 他也提到了最近有一个新闻 就是黑莓呢 成立了一个IV相关的Innovation Fund 就是创新基金 来资助有一些新的企业 或者是老的企业准备往这方面发展投入 去做什么呢 主要是做IV操作系统的相关的APP 这样呢 他就是想增加客户的粘性 更多的人使用IV的APP 因为你的这个APP越丰富 大家会越 你的收入来源也会更多 他这里面提到了 其实在以往呢 黑莓做手机的时候 失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也是跟他当时的这个APP 不够安卓还有苹果 那么多 其实他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失败的一个原因 当然了 他那个平面上 他带那个keyboard 也可能是市场不那么接受吧 这里边还说有一个地方是 OK 就是说他 如果他的那个license 只是以往的那个专利不卖的话呢 他今年2020年 22年度最少 最最保守的估计呢 他应该有100个million的收入吧 这也是因为他耽误了几个季度的收入 因为在跟这个 那个有兴趣的那个买家在谈判 所以呢 有一些有一些影响 这里也可以跟大家说 就是在他的service和software的这个收入里边呢 他把它分开了啊 明年 就是202年的预期呢 可能是675个million到715个million 其中呢 有180到200个呢 是Q&S那一块的 就是BTS 就跟他 IoT方面相关的这些操作系统吧 另外那个cyber security那方面呢 大概有495到515个million 这样我们大概知道他的收入的一个比例了啊 他将来的一个发展呢 这个朱昌晨也认可 将来主要发展其实是在Q&X这边 当然他两边呢 也会做一个融合 来协调的发展 这是他长远的一个公司的一个策略 黄色这些 其实这些标注上面的 我都觉得挺重要的 但是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啊 这样这个视频就太久了 我只是觉得最重要的 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才说出来 后面他也有一些Q&A 大家今年的 他们主要问的内容 都是跟那个专利 的买和买卖啊 之后怎么做呀 那些有关的 所以可能这个市场比较关注的跟 我们长期投资的人关注的点 还不是太一样 他们可能看的就是你未来一年 到底怎么样 你的营业收入啊 或者是盈利怎么样 那个其实最容易反映到了 因为他如果是卖掉的话 他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那笔收入呢 我估计 我粗略估计啊 没有 因为他正在谈判 我们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卖给谁 然后多少钱 不知道是不是Facebook啊 应该最少应该有 三四百 或者是五百个Million吧 我觉得 如果他明年卖出去 这样的话呢 就有一笔突然的一个额外的一次性的一个盈利 这只是瞎猜哈 因为他正常收入都有200多个Million 他其中并不是全部都卖 那他应该正常来说应该是比那个要高很多的 剩下的东西我也就不多了哈 我就不再花时间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最后呢 我还想啰嗦几句关于股价的问题 不只是黑莓这家公司哈 其他公司的股价也是一样的道理 市场上的股价呢 其实一个卖的一个买的 就能决定一个公司某一个时间点的一个价格 然后如果一个公司的股票的持有人 都具有同样特性的话呢 他的股票的价格呢 也会体现出来 如果是长期价值投资者比较多的股票呢 他的波动可能没有那么大 但是短期投资者或者是机构投资者 如果是比较短期的看股价的波动来买入或者卖出的话呢 他的股价的波动性也就比较大 当然了也有是因为公司本身的基本面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呢 他的股价波动也会比较大 具体到黑莓这家公司呢 我想作为一个投资者或者是潜在的投资者 我们时刻都要想自己最初投资这家公司的时候 你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 什么样的逻辑 是不是因为你要看他某一个季度的财报 来决定你是否要长期投资他呢 具体到某一个季度的财报 是不是财报里的某一项一次性的一个收入或者支出的变化 就决定了你对这个公司长远的看法了呢 我觉得这是每个投资者应该考虑的地方 如果是你看好的是公司的前景 他的前景是不是已经体现在了他的价值上 或者是他的价格已经超出了他本身应该值得的这个价值呢 这我觉得是应该你决定自己卖出持有 或者是在买入的一个考虑点 市场上的投资者呢 每个人的想法或者是每个人目的都不太一样 有的机构投资者呢 他打压股价呢 可能是为了自己在低位买一些作为长期的投资 也有的可能就是做空的 他高位借了股票 现在要把它买的越低 他买回来的时候 他赚取的这个差价呢就越大 作为散户投资者呢 你每个投资者也都要想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自己投资这个公司的长期的一个逻辑是什么 只有这样呢 自己才能知道什么时候 在市场上发生什么情况的时候 自己应该怎么样做 今天时间已经不少了哈 主要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吧 如果您觉得对您有帮助 麻烦您帮我点个赞 然后也欢迎您订阅这个频道 就不会错过以后的关于黑美或者其他公司的投资的一些信息 好 非常感谢您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